现年53岁的本土剧女星高欣欣 和同为演员的男友李国超 爱情长跑18年后 终于在三年前正式步入李唐结为夫妻 虽然夫妻俩私下感情如交似妻 但却从未于戏剧中同台演出 而近日热播剧世锦豪们高欣欣于剧中大胆挑战双胞胎角色 方燕与芳华 其中更是找来了丈夫李国超 并在剧中饰演夫妻 这次李国超的出现也让粉丝们感到又惊又喜 根据民事新闻网报道 这次被老婆高欣欣拉回民事拍摄八点党 是锦豪们 李国超不仅是第一次和妻子于同步戏剧演出 更是自出演飞龙在天后 回为22年重新回归民事八点党 先前李国超曾因脚步开刀进行过直皮手术 如今出行必须仰赖拐杖 没想到导演竟将拐杖巧妙运用于戏剧中 在这次加盟演出的同时 也让李国超笑叹民事的人情味始终没变 而这次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高欣欣与李国超夫妻党 不但在戏外是夫妻 在戏中也同样扮演夫妻 还请来男星黄文星饰演他们的儿子 而高欣欣首度和丈夫从台演出 脸上挂满笑容的她藏不住喜悦 忍不住笑叹 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终于可以一起上班 一起回家了 由于李国超多年未加入本土剧演出 台语略显生疏 加上不熟悉新环境 于是便由妻子高欣欣担任向导以及台语小老师 负责带老公认识环境及学习台语发音 虽然两人公私分明 但为了让戏剧表现更贴近生活 两人甚至直到要下戏了都舍不得收工 在现场和演员们完成一片 画面仿佛和大家真的是一家人般温馨自在 因为先前高欣欣所饰演的角色为角头大姐大方艳 这次转换新身份饰演工被防老板娘方华 论角色性格上有极大的转变 为此她甚至为了已知区别 特别到街坊与市场观察路上 妈妈的穿着与日常对话 以此揣摩初心角色的演艺方式 除此之外 高欣欣这次和丈夫一起回归八点党演出 也曾出现意外小插曲 惊觉在饰演大姐大时意外的扭伤 曾在角头大姐大方艳华丽出场的戏码中不慎扭伤的她 近在三个月后才发现自己大拇指跟食指异常疼痛 且大拇指无法弯曲等问题 就医之后才明白 是先前的伤害所致 她也以此案例呼吁大众 若身体不是一定要及时就医 才不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戏里戏外都是夫妻 真是既温馨又难得的场面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